如果你要管理一個網站 比如說這個網站名稱叫PHP01 這個網站裡面當然不只一個PHP的網頁 也可能有HTML等等的網頁 那當然你如果用像早期沒有管理工具的話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最好是我們可以用Dreamweaver來管理 可是Dreamweaver要怎麼管理 裡面特別注意我們等一下會有這個有練習 就是送出資料 可以看到結果 可以看到那個傳送的結果 那接下來就是我要怎麼樣 利用Dreamweaver幫我去管理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管理的工具 大概畫面先給各位看一下 就第一個 在Dreamweaver打開之後上面有一個叫做網站的功能 網站裡面呢你必須要給他網站名稱 第二個你必須給他一個實體位置 特別注意應該這個位置就是我現在的位置 叫SAMPS563 當然如果你不確定你可以瀏覽一下 去找到對應的位置 另外最後 我記得最後這邊有個斜線 這個斜線我不確定好像如果你沒有這個斜線會不會有發生錯誤的可能 所以你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進到裡面有伺服器 如果說你是做一個靜態的網站 就不需要去設定伺服器 但是如果你是動態的像PHP 像ASP.NET 像其他的語言你就必須一定要設定 如果你沒設定的話 他就不會去 執行 那個網頁的那個那個程式的部分 靜態的話不用啦 那裡面要設定什麼 因為我這個網站 相關的 名稱我想應該OK 這個跟剛剛一樣 然後連線方式的話 設定為本機跟網路 然後伺服器的資料夾就剛剛那個路 然後另外就是你的Web的UI 就是你網站路徑的話 這邊用Localhose就好了 因為你是測試用的 你不用說一定要找什麼固埃 不用 一定就是一個Localhose 後面會有一個我們的 目錄名稱 那可能比較會有問題是進階這邊 所以你最後記得要再點一下進階 這個如果你沒找沒有設定的正確的話 你的PHP 是無法被執行的 這個地方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選什麼 PHP MySQL 那當然 這個Dreamweaver 不只是只有支援 PHP加MySQL 他還支援什麼 這個啦 ASP啦 ASP還分兩種 ASP單內扯 又有兩種 一種語法是C-Sharp 一種是VB的 然後這個可能比較 少用到 還有一個叫JSP 所以目前比較常用的技術 大概這幾種 你就設定什麼 PHP MySQL 那再來的話 最後這邊測試機的打勾 然後 OK 那一樣 當然這邊我剛剛已經有做一個 一個那個Test的網頁 那你也可以呢 不一定是在那個 記事本裡面做 你可以在什麼 在Dreamweaver裡面也可以 你就新增一個網頁之後 把剛剛的語法放進來 修改一個 也許這邊要Test 2也可以啦 然後直接存檔 一樣可以 做剛剛的動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設定方法 第一個 請各位一樣開啟什麼 開啟那個Dreamweaver 這個軟體 打開之後的話 這邊已經打開了 第二個的話在這個網站這個地方 點選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叫做 這叫新增網站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連結到那個這個名稱的話 我叫PHP 01 然後路徑的話你就瀏覽一下 看你的 低疊底下 這邊是 低疊底下 我們有個 這個 SAM 然後 裡面的話記得 找到這個目錄裡面的 PHP01 按一個選取 它自動會過來 有個斜線 再來伺服器 伺服器部分的話 下一步好了 這個按 伺服器 對這邊有個加號 這個地方按個加號 要不要增加一個伺服器 然後名稱的話 一樣PHP01 然後這邊連線方式的話 記得改成剛剛這個地方 然後本機 還有這個 網路 然後 位置的話 一樣是在這邊 按個選取 然後這邊的話 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這個就 Localhose Localhose 斜線 然後你就把那個 PHP01 加個斜線 把它加上去 再來 進階一定要選 如果進階沒選到的話 會發生錯誤 OK 這邊改一下 按一個儲存 最後呢 記得把遠端勾掉 測試 打勾 這樣就完成了 這邊 剛剛就這個地方 在伺服器的地方 選擇 這個新增 然後最後怎麼樣 完成 儲存一下 儲存完之後呢 當然 如果這個 網站裡面 已經有 TEST的話 它就會出現了 你當然點兩下也可以把它打開 也可以把它打開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 我們那個 設定 Dreamweaver裡面的網站的第一步 OK 那未來的話 如果說你要新增 任何的 比如說網頁 或者是PHP的話 都可以從新增裡面 去 去打開 當然你如果要新增的是一個 App的 那個那個 畫面 其實當然也可以 從這邊 試試看 請各位 打開那個Dreamweaver 那先設定一下 這個地方的 如何新增一個網站 呢 好 好